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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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也就是你这个顾弦钮和下弦掌在这一块 把手掌这么压在上面 太靠后的话大家看就没用了 太靠前呢 发不出来了 声音是呲呲的也是不对的 所以说你要找一个平衡点 就大概就是把你的手掌压到这儿 你一个一边在不同的位置去找这个声音的变化 压到这儿 就会出来这种这一个闷音的效果 那它是跟 我也讲了 它是跟这个五和弦做开放和闷音的交替 那开放呢 就是 闷音就是 那你开放和闷音的结合 你可以自由的去组合 比如第一下开放 后边都是闷 那可以第二下开放 其他的全都闷音 每八下 每弹八下为一个小节 都是这个八分音符 然后你可以第二个音来这个开放 还可以第三下开放 那你也可以第四下就是做很自由的这个组合 也可以全都闷音 这个要根据这个曲子要求来决定 好 那用手呢 就是用你跟扫弦是一样的 我现在只不过是找两个弦 这么去做 换成波片也是一样的 那这里是闷音 这里开放 这里是闷音 好 这是基础的这个 你把这个慢音练熟了之后 你也可以用波片弹出去很快速的了 就可以做很多的这些组合自己都可以怎么想上去给它们变化 那这节课最重要的呢 你要记住闷音 你只需要记住把这个语气压到这 去找一个最合适的声音就可以了 发热的声音你尽量就是朝着这种声音效果去强 好 这种是错误的 好 其实这个技巧非常简单 尤其是我们已经学过了三十多节课了 有了一个基础了 再练这个是没有什么难度的 那考虑到我们上上这课学了五和弦 这一节课学的闷音 所以我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 作为对这两个练习的实践 那这首歌的名字叫那一年 是许葳演唱的 当然它还有一个名字是另一个歌词 是别的歌手演唱的 是潘多拉 我示范的时候我是按许葳的版本 就是那一年来示范 这首歌呢 就是整首歌基本都是用这个闷音加五和弦来弹奏的 那如果没有听过的同学呢 先找一下许葳的原版 听一下这首歌 好 那对于闷音 你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访问爱谈吉的学院 跟我们交流 好 这节课我们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